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妙儿多的FB有一个活动 这是因为我们36周年才有的 那如果说爸爸妈妈上我们的FB去留言的话 就抽奖 抽奖就可以送这个古典音乐小时 刚好这个音乐小时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活动 我们这一次音乐会就是古典乐派的音乐会 里面有30个音乐家 然后他都是那个漫画式的 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 那看大家上去留言就可以抽奖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开始了 老师先讲解一下那个古典主义的音乐特色 那这个时期都是比较多追求于旋律优美典雅 然后曲式要很清楚很明亮 那结构要比较细致 句子都会分得比较清楚 还有他们比较着重于对位对位的方式 那当然不是除了音乐 像他们技术方面比如说建筑 还有一些绘画文学 也都是朝着这个古典主义思想来走的 那像我们的教室都有贴一些海报 有一些介绍 如果爸爸妈妈有兴趣就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今年小朋友也都写那个 古典时期的学习单 所以你们应该对古典乐派的都有一定的了解 对不对 斯汗 请回答 古典主义有哪三个很有名的音乐家 贝多芬 还有呢 穆扎特 大声一点 贝多芬 还有啊 还有一个 没错 贝多芬、海顿跟穆扎特 就是这个时期这三个最重要的音乐家 那我们今天呢 小朋友的曲子也有这些音乐家的作品 那我们就好好的来欣赏 那第一个节目 永宁 永宁表演的是《猎人之合唱》 这一首是跟老师联谈的 所以由我们两个一起开场 再来他还有两首独奏曲 一首是卡农跟钢琴写奏曲 那卡农呢 卡农因为他的旋律很优美 所以很多乐器都会翻过来 会把他改编来演奏 那他一开始呢 是为三把小提琴做的 所以其实他是小提琴的曲子 那卡农呢 这两个字呢 他不是歌名 他是个曲式 是轮唱的意思 好 然后再来是 鞋奏曲 鞋奏曲 鞋奏曲是柴可夫斯基的 柴可夫斯基他创造了三种 三种鞋奏曲 那这是第一号最受欢迎的 是一首非常庄严有精神的曲子 那我们就开始了 来有名 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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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mentary唱咯 oa 一首歌 一首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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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